洪厅长 到了 好 来吧 谢谢 来 小心台阶啊 洪厅长 这是农集厅宿舍 暂时没人住 有点简陋 您将就将就 有合适的房子我再通知你 好啊 还有 明天呢 我们农集厅给你派个秘书 陪你去省政府报到 好的 王处长 辛苦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来 咱们把房子收拾一下 王后啊 咱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您好 洪厅长吗 我是啊 我是周副省长的秘书小张 周副省长在这分管农集厅 您还是先见见他吧 好的 您请 里边请 好 就这样 你去吧 好 请 周副省长 从北京新调来的洪厅长前来向您报到 周副省长 我来报到 周副省长 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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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周副省长 对啊 对啊 我是周副省 怎么是你呀 副省哪 老首长 我们又见面了 洪厅长 周副省长叫周光 这 这明明是周干民吧 周干民我还不认识吗 好 你去吧 好 老首长 我现在改名字了 叫周光 什么时候改的名字 咱们延安一别 我调到禁察记工作去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 改名字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啊 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 还能在这儿见面啊 缘分哪 真是啊 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你进步真快啊 是啊 老首长 不不不 干民 不 应该叫周光 周光啊 现在不能再叫老首长了啊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下级 你是我的上级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不管什么时候 您都是我的老首长 不不不 老首长 您快坐 快坐 好 好 来 坐下 叔 来 快 干民哪 干民哪 头发都白了 老首长 你的头发也变白了 在弘大那两年 让你受苦了 锻炼 锻炼嘛 您开国上将后勤部部长 怎么跑到下面来当厅长来了 嗯 服从组织安排嘛 服从组织安排嘛 共产党的干部 要能上 能下 能官 能民 你说想当年 我一个放牛娃 一个农民的儿子 现在能当厅长 我管农业方面的事 那不是挺好吗 您什么时候来长春的 昨天到的 昨天 您到下面来工作 我已经听说了 可处长怎么没跟我汇报啊 谁接的你啊 省政府接待处的 汪处长 住哪儿呢 住在省农机厅的宿舍 挺好的 你一个人来的吗 你嫂子也来了 还带了三个孩子呢 好啊 带我去见见嫂子 顺便看看孩子 好 好 好 张文啊 你看看 你看看谁来了 嫂子 嫂子认不出来我了 周干民 现在改名叫周光了 干民啊 是我 嫂子 改叫周光了 周光 你怎么来长春了 巧了 我今天据省政府报道 遇到的第一位领导就是她 她现在是吉林省的副省长了 这可真是好事啊 你这 这得是 十多年 十多年了 对啊 可不得十多年了吗 十多年都没见了 快坐坐坐 快快坐坐 来 嫂子 别忙了 老首长 谁安排你们住这儿啊 省政府接待处的汪处长 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你看这沙发 这不挺好的嘛 初来乍到 有地方住就行了 那不行 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汪处长 你是怎么搞的 洪学志将军从北京来吉林省工作 按理 我们省领导要亲自去接 你不但没有汇报 却自行去接战 这不仅仅是对洪学志将军的不公 而且违反正常接待规则 你又把他安排到简陋的房子里 你是怎么想的 朱副省长 我认为洪厅长是犯了错误的人 你想想 他正因为犯了错误 才下放到咱们这里当厅长的 是 我没有请示领导 就去车站接他了 这是我的部队 但是 我也是为了让 让省领导避避嫌 少点瓜哥嘛 你放屁 我实话告诉你 洪学志将军即便是犯了错误 他仍然是共和国的上将 是一个老革命 王处长 你知道吗 洪学智将军 他曾经走过长征 打过日本鬼子 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是一个军的司令员 从东北打到海南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是副司令员 打败过美国的军队 他出生入死 为建立信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现在仍然是一个老革命 而且还是正经八百的厅长 王处长 洪学智将军 从北京来吉林工作 你千万不要另眼相看 我们共产党 最要不得的就是势力演员 明白 明白 我现在就把任务 给你交代清楚 我们必须为洪学智将军 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嫂子 我又给你添了几件家具啊 是吗 来来来 快进来 放这儿吧 好 放这儿吧 来 来 书长 电话放哪儿啊 嫂子 电话放哪儿啊 你看着安排吧 要不放书房吧 行 来 这儿来 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回来了 都去玩去吧 真乖 来 儿子 把伞拿过去 谢谢你啊 周副省长 嫂子 你也太客气了 叫我什么副省长呢 叫我周光就行了 你本来就是副省长嘛 老首长 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 我早见阎王了 还什么副省长呢 过去的事了 不提了 如今啊 你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住处 我更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 孩子们 这房子好不好啊 好 你们应该感谢周叔叔 谢谢周叔叔 这雪下的可真大呀 老首长啊 我家就在那边 有空过去坐坐吧 好啊 到你家找你下两盘棋 看看你的水平有没有长进 我真的好多年没有下棋了 我在家等你啊 好好 走啊 你别别别别 怎么 你给那装在哪儿呢 我跑就在这儿呢 我没看见 没看见 你这是干啥 缓一步行吗 缓一步 这我干没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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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怎么这样了你 我没看见 缓一步 咱们多少年没见 你怎么又添毛病了你啊 我真没看见 没看见怎么能行呢 下棋你就得集中注意力 你没看见怎么行呢 不能后悔啊 您是老首长 您有大将风度 我本来就吓不过你 别别别 输了就是输了 你怎么能毁棋呢 你毁棋能毁到哪天去啊 不是没看见啊 没看见 我僵死你了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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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这盘我认了啊 都说人生就是一盘棋啊 其实我觉得 下棋就是玩玩 可人生这个棋啊 不好走啊 你什么意思啊 老首长啊 庐山会议这部棋 你不会啊 你又提这事干什么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一个共和国上将 后勤部部长 他冷不定到我们这儿来当厅长 真的无怨无悔啊 后悔啊 悔什么呀 想当年啊 我家里是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是走投无路 这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啊 那个时候 我把我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我时时刻刻准备着流血牺牲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想过呀 根本就没想到我能做官呢 现如今呢 推翻了旧社会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建设新中国 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当什么官 还不是为了把咱们国家 给建设好 让国家强大起来 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 对啊 是 我现在被降职使用 但是我现在呢 没觉得有多傲嗓 我还能在工作吗 我还能为人民 为党 我继续做事情 我还有何求啊 最近呢 我想下去的 下去一趟 去哪儿啊 我现在还是农机厅的厅长啊 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想和厅里的其他领导 还有工程技术人员 下到县 乡 村 去调查 了解农民的需要 制定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 步骤和方法 去哪儿 你看怎么样 好 太好了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 那 那咱就再下一盘情啊 我可以让你一会儿啊 不 这把我绝对不会急 来 我就不信了 好好好 来 他们好像拉不动啊 走 帮帮上去 走 帮帮上去 走 帮帮上去 来 老乡 来 来 打把手 来 谢谢你们啊 谢谢啊 好嘞 好 慢点啊 大叔啊 送粪呢 啊 为什么不套个牲口 赶个大车来送啊 人都吃不饱 哪有饲料喂牲口啊 还指望老天爷 能给我下点饲料啊 你吓嘀咕什么呀 这是省里来的领导 王先生 我知道是大干部 再大的干部 也不顶粮食啊 所有的工人们 都在这里吗 对 这都是一线的工人 那台机床是生产什么的 这是生产拖拉机龙骨的 那不错啊 不错 挺好的这地儿 师长 这边是生产 拖拉机刹车片的 小师傅 这一天能生产多少个 这个我一天能做六个 是这样 这个大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是生产后槽的 这个车间有多少工人哪 三十六个人哪 洪部长 听说这所大庙啊 是当年 是当年攻打四平时 六宗的指挥部 六宗的指挥部 洪玄智 你个大骗子 你不让我去山东吗 跑东北干嘛呀 这冰天雪地的 我他妈到了东北 我才明白 骗咱们的 是黄虾子和红麻子 你们东庄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待上 太好了 感受一下啊 太好了 好 村长 我觉得 您还是我的心 不无生气 你写个字句 我心里就踏实了 陈思妹 我的好兄弟呀 我的好兄弟 回来了 是不是累坏了 张文啊 今天 我下去调研 我到四平去了 去四平呢 到四平农机场 检查工作 没想到的是 弩机场的后面啊 有一个大庙 那个大庙 就是当年我们打四平的时候 六宗的指挥部 当年六宗伤亡了四千多人 很多人我都很熟悉啊 到现在我还能叫出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特别是那个陈思妹 连个完整的尸首都没找到啊 我 现在全国解放了 但他们长眠地下 我站在那十杯前啊 我 我特别地扎心哪 还有让人心里更过不去的 那就是四平的经济建设 我真是没想到啊 现在的四平 就跟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差不多 新中国都已经成立十多年 当地的老百姓 还是没有粮食 还吃不饱饭 我站在列室的明字前 我这心里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